好 我們歡迎回到八十號雲遊世界 今集我們剩下兩個人 我們孤男寡女共處一室 這樣發生什麼事? 我今集來做嘉賓 是的 我邀請了Naomi小姐來做我們的節目嘉賓 特別嘉賓 特別嘉賓 特別演出 究竟為什麼呢? 因為這整個月我都知道Naomi走來走去 每次出一轉 還要出埠 就是做不同的節目的嘉賓 那你究竟去做什麼嘉賓? 整個月在做嘉賓 很久沒有跟你聊天 所以今集開一集來跟你聊天 心情對話 沒有 都是這樣 其實是幫 之前白月尾 就幫了阿邱海文的節目 女皇家道 做了一集的嘉賓 然後隔了一個星期 就去台灣做麻辣天后宮 兩集嘉賓 我們先說今集 剛剛前天又去了阿邱海文的節目 做多一天嘉賓 做多一天嘉賓 即是我做了四五次嘉賓 四五次嘉賓 但當初怎樣來配合你 整個事情很白癡 有個PA 先說香港吧 台灣我們part 2 台灣那個厲害很多 先說香港 即是你講香港的樓 不是 香港那個呢 首先他打電話來 那就是問我可不可以上節目說整容 然後我重新有 是沒有整容 試過醫學美容 而是沒有整容的 那我就很緊張這個問題 就跟他說 我說不到他的整容 不如你找我咚咚咚咚 和我咚咚咚 那是誰呢 和我咚咚咚咚 是哪位呢 究竟你已經心目中有人選了 請爆名 瘋痠 我講一下笑話 即是在報紙會有那些人 我說你找他們說 而且有說服力 寫的都不認的 人家硬的聲音都不認 我不是不認的 問題又沒有 我知道你 我說別人 別人不認的 但接著 眼耳口被刺幾針 現在找得回 YouTube 找得回那個針 找得回那個節目是看著 你的節目是以前做懷疑的 教主內聊 我是不介意的 懷疑那些人把我的電話給他們 找我去說整容 我很擔心我沒有整容 我想我怎樣說 醫學明明都可以說 我就沒所謂 女王嫁到那裡 我沒所謂 但我很擔心不可以說這些 你也不是整容 我拿回照片給他們 但他們就說 我的樣子跟整不整不分別 我說今天根本就漂亮 你知道我一向都這樣說話 有些行政的 一向都是這樣 然後 好像大家的反應是 覺得我激了 之後有 稍為說一些敏感的話題 現在是說到你已經上了節目 對 那我就說一些敏感的話題 可能跟Anna有一點衝 Anna是 因為優惠文是比較學術性的主持 即是說話是正經的 主持慣大秀 但我就可能比較 主持慣我們八十俠運遊世界的 不是 我比較free 說話 free style 即是沒什麼禮貌 大家都知道 我沒有說粗口 但就有點串嘴 即是我就說 可以透露嗎 別人出了沒有 我不知道 他好像已經報了 但播了就能說 好像 我不需要這樣說 我只是說了龍胸的問題 他說 其實我覺得龍胸 他問我為什麼想龍胸 他覺得我不是小 我說 不是小但我需要勁大 即是 那個話題就是問你幾位女生 其實他想問我為什麼整容 為什麼你會做她整容 為什麼 我就回答了我為了節目 你就是沒有整容 為了節目而做 我是為打而打 不是我自己很想打 我說是 那為了賺錢 我說可以打針 別人給錢打 我說收錢打 那當然就做 是 會虧的 但是我跟他說 如果可以 我是寧願龍胸 是 因為貴一點 哈哈 而且龍胸又有傻 你明白嗎 有什麼傻 龍胸又有傻 我龍胸馬上出寫真的 你是傻的 你龍不出 就是因為我覺得不夠抽 怎麼會不夠抽 現在有些龍胸都不認 那我會不介意承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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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弄到這個樣子一模一樣樣 那幾個分出 那我的問題是 如果你在這行不是歷史很久的 不是歷史猶狗 老字號 你是龍胸 人家找不到 那當然 那我大把照片被人插 對嗎 十六歲都拍過蘋果比基尼 有什麼都找不到 就是我沒有必要不承認 做一出來當然是承認 我說我真的想龍胸 那我也在招贈 之前有人找過我 說給我十萬 但是 龍一邊就不龍一邊 龍沙 然後再代言 但是當時的經理人公司 不太想 那這個幾年前 兩年前 其實我後悔 總之 兩年前的技術和現在不一樣 你去吧 那兩年前的技術 我接一接 可能我上一上 接一接就要彈一彈 就是彈一彈的跌下來 但是起碼有得上高處 再達下來 現在 達又達不到 上去上 未上到高處 但現在有很多嘉賓邀請你 不是 粉絲就算我 粉絲跟我說 娶龍有認識你 那誰認識你 我是說我不好 我什麼時候跟你說過我紅 我說我最漂亮 我最紅 神經病 OK是沒有抵觸的 紅的人都可以不漂亮 是不是 他問你龍空的問題 怎麼搞得很尷尬 他就說 不關龍空的事 他說是個人技術的問題 如果 我說不是 即是醫生技術的問題 個人的特色 專長 都是影響你娛樂圈演藝事業的 我知道他說得很對 但我就告訴他 其實娛樂圈已經 觀眾喜歡看這些歪風 記者喜歡做 即使Anna是一個這麼有經歷的主持 我覺得 她面對一種露賴的靚毛的時候 那個鏡頭焦點都會在靚毛裡 而不是在Anna裡 所以Anna真的很有經驗 而且她學歷很高 即是她很魅力 站出來也很有型 但問題是 我是說媒體的生態 所以如果讓我做 我會做更多的胸 卻接近那幾年 都不是年輕 即是我是這樣的意志 但Anna就覺得 我是教唆了觀眾 覺得龍空會紅 我沒有說過龍空會紅 我說龍空上部率會高一點 就是我的上部率 即是如果我去到醫 我告訴他 我每天都衝門大開 即是有沒有記者 我當然是老 即是那樣東西 現在沒有 即是我說我只可以露腿 沒有什麼可以認人 那她還有什麼回應 那這裡我們有一點點意見分歧 即是叫了咳機 即是商量過 即是我一直跟Anna說 可能我上台灣節目的時候 都是我們很要求上去的嘉賓講話 講真 還有講好真心話 即是我跟台灣的藝人溝通過 香港講完這件事 很尷尬 整個廠都關掉機器 氣氛很尷尬 接著他們說 你這麼平常的話題 都不跟我說 我不行的 香港不可以這樣說 即是相差很遠 相差很遠 我下一拍我告訴你 我的頭髮玩得很大 我真的爭了底 即是不是說笑 我真的爭底 你跨國的什麼爭底 有什麼所謂 最主要是香港人會看 OK 但她訪問了你之後 還有講什麼話題 其實上去節目是怎樣 即是說一下 形式是她們有三個CueGirls 經常請一些所謂模特兒的人 上去講的那一集 那就是 即是 就是 我的小毛 我自己小毛的定義 就是會上到報紙人認識 而且是 有出蛇真 即是 真的在做模特兒的人 叫做靈毛 那 平面無特兒 我會覺得 不是影影會那些 是 OK 有沒有骨頭在裡面 當然有 擺明射爆他們 有沒有骨頭在裡面 那天那三位 我認識其中一位 那一位 那位都不太熟 其餘兩位 即是三位加你一個 不是 我是嘉賓 那三位是CueGirls 那就是發問問題 即是他們說的 我就覺得 為什麼我會這麼爆呢 我就覺得他們說話很悶 是 即是你這麼官腔 我小時候看你嗎 說真的 OK 即是那些 那我可能覺得自己呢 下雙眼皮 拍照不漂亮 那化妝呢 又補救不到 那 如果可以讓我選擇一項整容 我就打算弄雙眼皮 即是我不想聽 即是告訴我 我覺得自己的眉不夠幼 所以我決定摸眉 我的鼻子有些珠 我說其實我想做鼻子的 只不過呢 我看過很多醫生 她都說我的鼻子很高 那根本就不用做 只是長度問題 即是這裡不夠勾 那我說最主要呢 我如果有個方法 可以做完之後 還可以做到珠鼻的 我也不介意 那什麼叫做到珠鼻 不了解 哦 如果你放一條膠 進去就做不到 即是你一定要做珠鼻 是的 我條骨比較直 你要天然做珠鼻 OK 這個骨很直 就好像做了那些韓國 七字的膠在裡面 但其實我是沒有的 那些V這樣 是的 很多人認為我的鼻子有做過 所以我就很生氣 那這件事呢 我就跟醫生說 醫生告訴我 拿這裡的骨頭放下去 是不會的 拿耳朵的骨頭放下去 我一向都聽過 但是就 因為要分兩節做 即是這裡一節 這裡分開兩節做 所以你才可以做到珠鼻 這裡不會頂上來 不會爆 但是 我會想我有沒有需要 我是有想過的 如果我做的時候 我一定會公開 因為我要拗截 是 即是我也沒有所謂的 但 我覺得如果沒有做過的 被人冤枉就有點吵 即是他們就冤枉我 被人沒有弄過 那麼直 我覺得 你這集是拿整容出來 說什麼都可以說 是 但變相 我覺得那些女生說話很悶 可能他們沒有什麼經驗 那我就爆一下肚 我又沒有想到大家的反應這麼大 不過我很感謝Anna 不會生氣 即是Anna給我的感覺 EQ很好 即是EQ很好 即是我一個這麼討人真的人 亂說話 可能她的主持人 她一定要壓台 控制我 當然我也自己過分了 因為沒有去了解節目的程度 亂說話 但Anna不會生氣 那時Anna跟我說 如果我說話那麼厲害 不如我下次上去做Q-Girl 即是做他們的班底部分 沒有做嘉賓 那真的運氣我上去做 真的很感謝Anna 即是下集 接下來又會再見 做了 然後跟鄭文 善適麗 還有曹惠蘭 即是曹敏你的妹妹 Mabel 以前有線的 一起做 不過 做完之後 Mabel都跟我說話 我說話真的有些 有一點兒哪個 是 但Mabel很好人 Mabel那天用司機車載我回家 我跟Mabel說不好意思 我有一點點 我是這樣的 然後她說 我知道你這個人很討人 但你真的摺不到 你那句話我都摺了 她說你突然這麼說 她摺不到 你講了什麼 這個未出界就不能說 沒出界就不能說 搞笑 但她說她真的 今晚好像是嗎 不知道 應該好像今晚 我記得 但變成Mabel很尷尬 我真的想跟Mabel說 不好意思 你幫你宣傳一下 你快點看 我比較是這樣 但那一集 只是說整容嗎 不是 我跟Mabel那集 剛剛第二集上去 就是說 怎樣抗衰老 抗衰老 對 但其實她那個女王教導 那不是好像這個 女人我最大 對 我覺得超像 我覺得 有點一樣 比較 女人我最大都可以亂說 但可能這裡就未必 這個是剛剛新節目 所以她們又拿回香港的尺 來量度別人做 所以就差一點吧 不可以說得太離譜 對 她也是用醫學美容為主 不是 下一集她們是說秋冬時尚的 有問過我會不會上 但我跟她說是可以的 但她又沒有打電話來 對 我當然很想上 我這麼時尚 哈哈 時尚達人 我未博達人 我沒有說自己是時尚達人 未博達人 我遲些是街旁達人 你現在是有玩 我們上次 自從我們的節目 完成了之後 我們也是這樣玩 我看到你是迪士尼 我知道 對 我打卡 然後發現自己 打到RTV 其實都成為地主 哈哈 我未打 但其實我覺得 上一個香港節目是一個挺有趣的 鍛鍊到東西不能亂說 對 但你之前也有上過 你是不是 香港有沒有上過 現在沒有 現在沒有 但其他台的文化 是不是這樣 我以前自己做友善的時候 我上過雙台 其實我真的覺得自己 在香港電視做過 很多嘉賓出來 其實上來都說話是很觀看的 我們的台 我們的節目會比較好一點 很多人說很悶 為什麼我會說話這麼不觀看 就是我不想看這些這麼觀看的節目 很悶 很悶 回去看那本新聞 但那時候做友善 都是嘉賓上來 一定要你解答 寫完問題給他 他已經一早寫完的問題 其實他的問題我都會回答 所以我想說一些 在私人和朋友聊天的時候 都會說的 那些話題 我會想這樣說話 我自己覺得 我太拘謹了 我覺得其實 其實不是很舒服 一個一個 好像很緊張 整個廠都很緊張 對 立即關掉燈 再拿回那些稿 對 我會覺得 感覺有點差 反而是 讀好一些 要你回答什麼稿 基本上 其實台灣也有 不是錄節目 是拍節目 台灣也有說過那些稿 但那些事是你自己打電話 他打給你問 給了一些題目 你打電話跟他們說完 例如你準備 今天的題目 你準備幾個 關於你的小故事 和大家分享 可能你講四、五個 我們會選兩、四、三個 給你分享 比較有 point 搞笑一些 特別一些 的經歷 我覺得OK 主持人會知道 什麼位置會踢到你 那你就會說話 但是 變相 香港就是 固定了問題 對 限了你的問題 你一定要回答 其實我錄華語也是這樣 也是這樣嗎 即是 即是 我在節目中問的問題 並不是我心裡想問的 即是我認識了幾次 我會問很多事情 例如有什麼可以踢爆 說出來 即是不是踢爆 可能 老咪你的形象 是可以說得爆一點 放一點 那你說 讓我說爆一點放一點 我問完你又切 又說這條不能問 那怎麼辦 那又再錄一個 那可能 其實華語的風格 都不是我的風格 只不過我用我的粗號 那把聲音 去說那些事情 但其實不是我自己想說的 即是譬如 你又說美容 打針 你問 究竟你打下去 是不是真的 三個禮拜維持到 即是問 不是這些 我可能問的 不是想問這些 打多兩支 會不會比較高 其實 玻璃酸有分幾隻 哪個牌子比較好 那這些牌子 真的說不出 即是 即是有三四隻 那差別在哪 這些是反而消費者想知道的 而不是說 我打了效果 那可能會說 我覺得 這些事情 例如我想問 我的鼻子要這樣打 能不能做到 即我要打到 應鼻 即變成劉德華阿鼻 對 行不行 這些其實去不了 但他們會回答得很荒謬 其實可能因人而異 但他們會回答得很荒謬 我覺得很慘 我覺得不好看 台灣的節目不是的 即是我以前有包租工 是整個教父上去 整個東西跟他們說 你這個樣子做不到 即是你做的 你做的都不是你家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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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做的都沒有這個資源去的 你明白嗎 即是我最喜歡聽這些 我不是喜歡聽的 即是事實 應該這樣說 香港的綜藝節目始終都 香港沒有綜藝過 我最好看的是掌門人 最綜藝那個 但那一套都是抄台灣的 即是有些節目 我最好笑的是曾志偉 他也不害怕 他真的亂說 那你要去到某級數 即是香港那個 但我當然很喜歡看曾志偉 真的很好笑 即是他真是 他真是疾人疾到 人家真的說不到話 真的很好笑 你吃飯都可以定 不行 掌門人 即是我覺得掌門人 是我最喜歡看的 其實不關我節目的認識事 是關曾志偉事 即是其實也好看主持人 我覺得如果變成不是曾志偉 不關於主持 也會很好看 但如果你說 將這個節目 變成崔健幫主持 就可能很觀看 即是我覺得很好看的 今天評論董新聞 有梁思浩 為什麼我沒有看 很棒 發生什麼事 我上了觀星台做嘉賓 他就問他 崔健幫六萬元一集 我只看了Dudu 只有四萬元一集 不是 崔健幫六萬元一集 然後梁思浩就爆 他說什麼 他說不值 我直接跟你說不值 然後他說如果他有這樣的價錢 我可以要求更高的價錢 類似這種言論 說梁榮忠 無端端在他的簽名會上踩場 出書 的時候 走來書展 送書踩場 然後無端端 就抽水 摄石人 抽水 他說他很生氣 他爆他 他說 許梁思浩這麼多年來 有這麼多粉絲 粉絲一起爆梁榮忠 叫他回去車鎮 車鎮 別來抽水 我覺得是對的 正如某個Lemo 我上次的活動抽水 我回去也是對的 我覺得這些就是藝術 我思浩 我很欣賞的一個藝人 嗯 就是他這麼說 講台人不要他 他都這樣出來講 講台人不要我 不要緊 他有個很好的後盾 他有一條很漂亮的後盾 後盾在後面 不是困不困的問題 我是覺得 一個人講話是否真的 嗯 我是一個觀眾 我想看一個真實一點的明星 藝人藝人虛偽的人 但大部分都是 你有沒有辦法 我覺得 頂多不要說髒話就可以了 但是 不代表你不想說 他頂多不說話 不是很多言論的東西 不讓人說 我覺得在香港很不開心 就是很多東西是 不是我覺得 最後我想回Anna的節目 我也有很多話說 我也走到尺度 不要亂說 是認識了 離開錄影廠 就說我們私底下 化妝間再錄多一些 事後檢討 那些訊息的時候 當然了 我就亂說話了 當然了 你經常都周圍說 我自己多漂亮 多瘋 你看有人疾你了 上星期 是嗎 是嗎 我跟武坤泰說 你關了麥克風 我們現在沒有關了麥克風 可以說嗎 我跟武坤泰說 喂 有說去高登熬一下我 快點熬一下我 做高登女神 他之前答應了 我只是說笑而已 然後有條粉皮 我直接叫他粉皮 我忘記他叫什麼名字 什麼旗 用什麼旗 我差枝 我突然問我是誰 你很出名 沒有人認識你 什麼時候 為什麼我不知道 我來做街坊訪問那天 即是上星期 對 我有其他嘉賓在那裡 我免得影響了你和我的形象 我就沒有忍 即是引起他 今個星期就不忍 他什麼事 然後就跟我說 原來你這麼出名 怎樣怎樣 是嗎 我就直接跟他說 我不是很出名 但比你更出名 而且我真的是一個美女 因為真的有 我那天蘋果拍了中環 我最漂亮的拍到我 所以我就是中環最漂亮的 報紙寫的 所以是真的 哈哈哈哈 蘋果寫的所以是真的 是的 黎智慧的所以是真的 你肯定一輩子都沒有了 旺角我最漂亮都沒有了 生水貨我最漂亮都沒有了 你算吧 有辦法的 早點找棟樓跳路去十八年後 可能投個漂亮胎是一條美女 很難一點 我覺得如果你身為一個 遮這些政治黨派的副秘書 都這麼懂得說話的時候 真的不知道 我很留意這位人士 不關他的黨派的事 是關他的個人問題 其實是個人收入 我一定不會投你票 如果有薪之年 如果你參選 我都會煽動我的粉絲 告訴他 這麼不懂得說話的人 就不需要投他票 無謂教教香港的人 我直接說你一吹 好好的 我們突然有一些火 突然有一些火 在外面 那些工作人員在笑 我們 他真的有點過分 說話 個人收入問題 我覺得 阿姆坤太先生 都是 大家都是 從事差不多的業務 別人都不會這樣說話 那你是不是應該 個人收入一下 我覺得他很沒禮貌 我覺得他很沒禮貌 其實很多 最好霸聽他的節目 我說的 我們節目之後就是他 大家記得千萬不要聽 是甚麼節目 我說的 謝謝你的支持 我們的阿華TV 收視 從此我們的節目表聲 你叫我聽我的節目 OK 繼續聽我們的節目 OK 是呀 是呀 我們Part1差不多 是嗎 Part2講台灣 Part2你一定要講台灣 其實你去台灣的經過 又是 因為接了 嘩好辛酸的 是不是接了吵才去 不關吵事的 我們給一點點引指 我們的觀眾下一節再引 關吵甚麼事 不關事的 同一時間約的差不多 早過吵 早過吵 就約你過去 其實包不包機票 不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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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問你過去嗎 有錢 有通告費 不是香港這樣 OK 香港甚麼都沒有 有 今次有通告費 Lao有 Lao行 第一次沒有 第二次有 OK 那也好 即是接下來我們 帶你台灣的照片 有甚麼節目 麻辣天后宮 下一節回來 我們又會 繼續我們Liami 做我們的嘉賓 但他明明是一個主持 繼續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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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今天很火氣 好 我們第二次回來 再見 臭底 拜拜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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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兊